自驾在海拔3700米的公路上 360度观赏洛基山脉是什么样的体验 洛基山国家公园第二天的行程 我们就来探索这全美国家公园范围内 海拔最高的公路是什么样的景观吧 在全长48英里的公路中 我们今天要走的就是最蜿蜒曲折 景观最美 海拔最高的这段 从昨天入住的露营地出发 自西向东 接下来我们就沿着公路边走边停 一起去欣赏这一度的风光 现在是早上十点半 让我们准备出发吧 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个山呢 叫Never Summer Mountain 也就是永远都不会是夏天的山 我们现在所在的海拔呢 是有一万英尺 而这个山谷呢 在印第安的语言里面叫 丛林郎的山谷 这就是我想象中 陆基山脉的样子 在目前的海拔我们还能看到 大片的树林 但在接下来几分钟的车程内 你就会跟着车子上升1000多米 看到植被明显的变化 到达海拔3500米以上时 公路旁边的树木开始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广阔的高山台原 即便是在夏季六七月份 也有不化的积雪 所以你会看到 随着海拔上升植物形态的变化 继续往上走 就到了公路最北的 发甲湾拐点 在这里可以看到 20英里以外的北部山脉 甚至是35英里以外的 华越明州 我的车停在这了 当前位置已经处于 林木县以上了 这里寒冷的气候与强风 都限制了植物的生长 所以能生存在这极端条件线的 高山植物都很矮小 但却依然不影响它们开花 原来不管什么环境 只要向着阳光储存能量 都可以将生命绽放 下一站 Alpine Visitor Center 海拔3595米 是全美最高的 国家公园访客中心 从这里你可以登上至高点 感受山顶的风云变幻 当你的海拔攀升时 空气中的氧气含量 其实并没有变 但是由于大气压的减少 所以你会有一种 上不来气的感觉 在海拔一万英尺的时候 你吸入的氧气 只是海平面 空气氧气的三分之二 而且气温也在骤降 所以你呼吸急促 心跳加快 现在还好 其实这些高海拔的加速反应 就是为了维持身体 原本所需要的氧气 而这里一切的环境规律 都是由冬天来规定它 陆基山的夏天其实非常短暂 一年中这里也只有四个半月时间通车 十月初便开始大雪封山 虽然人类无法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 但是这里却有很多活跃的野生动植物 登上山顶后 你眼前看到的地区都属于国家野生保护局 其中游客活动的区域只占公园面积的百分之五 地球环境需要每个人的保护 希望我们的旅行 带走的 只是照片 留下的 只有回忆 望着连绵不绝的山脉 好像一直延伸到了远处天上的暴风云中 没错 风雨要来了 阳光和煦与狂风暴雨只在瞬息之间 这就是高山气候 海拔一万两千一天的地方 天气速变就变 好像就下雨了 哦 让回去 一些风雨交加 风好大 好冷啊 外面已经下上雨了 还好刚才在上面看的时候是没下雨 下一站 陆基山最高峰全景 就这么一会儿就抱琴了 虽然下的是晴天雨 在这里的西侧陆基山脉 云收天晴后 一览无余 现在我们马上就要到达这条公路海拔的最高点 前面那个弯路就是了 海拔一万两千一百八十三英尺 三千七百一十三米 我都没有办法想象 还在爬 还在爬坡 哇塞 天呐 这有点太高了 这条路 Trial Ridge Road 我们也可以称它为修在山井上的公路 让我们坐在车里就可以平视遥望陆基山脉 所以在1931年开始修建时 它就被称为世界风景奇迹之路 其实我的镜头根本装不下洛基山脉的壮美 也只能有限地表达来到这里的感受 洛基山是不是最美的山其实并不重要 只要它能用广阔的景观打开我们的天地 那来到这里的经历就是一种副作 在公路边 你还会看到公园中一片罕见的火山岩悬崖 大约形成于2800万年前的火山岩浆 后来冰川又在这里形成 融化移动的过程中切开了这片山坡 露出了今天你看到的熔岩断崖 一条通往山顶的景观公路 到了山顶的公路 你会看到两侧有竖起来的木杆 大家留言说说这又是有什么作用呢 答案在视频结尾处公布哦 当图片里的景观变成眼前的现实 这一刻不只是风景走了出来 还是我们进入了画中 我很享受旅行带来的穿越感 因为它可以让你抵达心中所想之地 吹在身上的冷风 让眼前所见的一切更加真实 如果你想体验站在世界之巅的感觉 那么我推荐要走接下来往返1.2英里的山顶徒步 又开始灯山了 现在我已经逐渐适应这个高海拔的气候了 即便氧气稀薄 但是风光很好 就够了 在这里你可以俯瞰脚下的山谷 其不远处的山峰 欣赏孕育数年才能绽放的高山花朵 因为这里的高山植物每年只有40天的生长期 所以如果你能见到它青绿的样子 记得只走在人心横道上 尊重生命的不易 你还可以探寻发现蘑菇形状的岩石 那它又为什么有这么特别的造型呢 简单来说就是曾经都是海底的岩石层 在日积月累的风化中 下面的花岗岩被侵蚀的速度更快 所以形成了蘑菇的形状 在岩石下面 你也许会有惊喜的发现哦 抓到了一只 它就是土拨鼠 对 就是那个表情包 其实人家原本的叫声是 这种尖锐的声音是遇见危险临近时 提醒同类警觉的哨声 土拨鼠每年有200多天在冬眠 就是生命的三分之二都是睡过去的 剩下醒来的时间就是用来增肥 把自己吃胖后 为下一次冬眠储存能量 当你走得越高 你能感受到的冷风也越大 植被都紧贴着地面生长 高处的好像只有这些岩石不会被吹跑一样 路径头的两侧岩石 如一道风口为你敞开自然的大门 虽然站得越高看得越远 但更需要的是要经得起寒冷风吹 才能欣赏得了这山顶的风光 下一站 近距离瞭望冰川峡谷 在过去的200万年里 寒冷的气候让冰川在这个山谷里形成 随着冰川慢慢的移动融化 形成了如今看到的U形森林峡谷 以及多个尖锐的山峰 而我们看到的这座山就有海拔3800米 因为它高于曾经在这里的冰川厚度 所以就避开了冰川的消磨 因而它的山峰才比较平缓 过了海拔最高点 公路两侧开始慢慢出现些山树 在接下来的这两个点 我们都可以清新地看到不同的生态层次 在海拔3500米以上 树木是无法存活的 只有经得起强风的低矮台原植物 紧贴地面才能生存 所以这条线叫林木线 这种脆弱的高山生态区域 占据了洛基山国家公园面积的三分之一 半山腰所处的亚高山气候 清爽湿润 很适合树木生长 而到了山谷最低处 便是溪流蜿蜒穿过的草地 为野生动物提供营养丰富的饲料 所以你可以通过身边的植物或动物 来判断自己所处的海拔高低 这些便是景观公路沿途的风光啦 我在它最受欢迎的路段 几乎每个停跳点都停下来了 就是希望一直跟着我的视频 游到这儿的朋友 可以更多地看到这一路的经历 如果未来有一天 当你也亲身踏入自然的怀抱 就像走进洛基山一样 相信你也会爱上 大自然所赋予你旅行的真实体验 最后一站 山脚下的访客中心 这里的模型图展示了整个洛基山国家公园的全貌 那还记得这两天我们都去了哪吗 如果未来你想来洛基山国家公园旅行 可以按照我的路线至少安排两天行程 第一天在Bear Lake地区徒步 第二天自驾行观公路边走边停 每次旅行的必备 买纪念品 买明信片 买冰箱贴 这是我旅行结束后保留的经典项目 那洛基山国家公园的行程就到此结束了 你喜欢这样的旅行吗 如果你喜欢洛基山国家公园的风光 也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记得帮我点个赞咯 我们下期见 下期我们一起去住平原上的木屋 体验甘尼逊黑峡谷国家公园的深邃魅力 感谢你看到结尾 那么现在来公布适合中的答案 公路两旁的木杆是什么作用 其实是为了给春季除雪提供道路边缘的标记 木杆露出来的高度 是为了更好地帮助判断道路两旁积雪的深度 你猜对了吗